所以我不赞成除了这些法规的限制之外 还要多加一个食府的保护这个议题 一个土地没有办法承载那么大的用处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说 定着一个食府保护区的食府就会多 可是我们以前没有定 猴子保护区现在猴子也是倒数的 十年前有人统计有五百地食府代表一切 可是我们就一直讲食府只有五百地食 这五百地食在表现四年之后 怎么算呢 五百地食第一年五百 第二年五百地食七百五 一三年会变成一千零五十 第四年就会变成一千五百 第五年之后才能变成每年之一一点五的成长 也就是到现在我看应该会超过上万只 上海之后结果是什么 师傅老师傅跑到车站 路上来被车子撞死 为了要防止拿药抓紙 表力坚都留在很固托情况之间 所有做到这些 师傅保育团体就要求表力坚这里 一定要做安全措施 当时师傅被抓死 可是师傅就太多了 才能跑到这里 路上来怎么办 那都可以叫各位不要开车去过道路 所以我不赞成 除了这些法规的限制之外 还要多加一个师傅的保护议题 山西的丘陵地已经受到很多的管制 如果我们再横加一个叫做师傅期地 或是师傅保护期 或是师傅可能期地的话 是会限制老百姓使用土地的权利 苗栗县的政策是对的 苗栗县政府的政策 对师傅保护这一块 我们是利用透过人的管理 管理人 教育人 训练人 然后我们用奖励的手段 鼓励各社区各地方的民众 一起来保护师傅 用管理土地是最下下车 最吃力不讨好 而且有限制土地利用的嫌疑 如果食物数量有稳定成长的时候 保护的力度就可以减少 那么食物数量如果减少的话 我们就要加强保护的力度 在五百只是十年前大家引用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到现在还讲五百只 未免太多一点 应该要重新统计 到底十年来的保育有没有效果 或是野狗那种增长的数字来看的话 所以五百只一年成长0.5倍的话 第二年就会变成750只 第三年就会再乘以1.5 一直到如果你乘以十年的话 以简单的算数算的话 应该有一万九千多只 但是我是扣除那些病死的 有的没有的 我合理的推算一万只 这是我的推算 当然或许动保团体他不同意 我也愿意接受 但是我要求苗栗县政府 一定要重新的估算 到底食物还有多少只 是不是像他们说的 只有五百只 已经要匹立接走 但是我认为 那是不可能的事